-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X2Y跟你看電影欄 看電影的各位跟我是X2Y 歡迎收聽H&MX365 這是一個日更的聲音節目 我們將會有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則歷史故事和一部影劇作品 但你了解歷史上發展一些重要的事件喔 好了 我們今天又非常的開心邀請到的是金老師 嗨 大家好 好 那我們時間進入到1895年的6月7號 日軍佔領台灣 那我們所提到的這個時間點就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後 新潮跟日本就是簽訂的馬關條約 這個歷史看上面應該都一定會提到一定都會考的東西 馬關條約然後就割讓了台灣 那其實接下來就是日本他在接收台灣的時候 經歷了另外一場戰爭 也就是甲午戰爭之後的乙味戰爭 那乙味戰爭其實對台灣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戰事喔 然後我們在歷史課程上面其實也會提到什麼 劉詠福啊 所謂的黑旗軍嘛 然後秋逢甲啊 或是當時的群府叫做 唐錦松 唐錦松 然後成立了台灣民主國嘛 然後有什麼藍帝 黃虎旗 對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歷史課程會去提到的 可是我們並沒有太多的認識 就是以衛戰爭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然後發生的過程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相信歷史課程上面其實沒有寫的很詳細 然後所以呢 我們今天這個時間呢 就交給金老師主場 Oh yeah OK 所以簡單來講嘛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因為根據馬關條約嘛 日本會要接收台灣嘛 那台灣人就會覺得說 我不想被日本人統治啊 問清朝說怎麼辦 清朝說我也沒辦法 我就答說啊 你們就自己想辦法 所以其實就是 說起來就是有點小小的荒謬 就是說 當時就是他們會覺得說 哦 那不然我們就搞獨立好了 然後看會不會有外國的國家會來聲援我們 那我們就有機會 其實一開始台灣民主國的比較高層的人士 他們都會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要純粹以軍事的力量去對抗日本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就想想看 清朝那麼強大的國力 他那麼大的領土 他那麼精銳的部隊 他都被日本直接給打趴了 那你台灣當時算是中國比較偏僻的省份 雖然說的確有一些現代化的建設 但你怎麼可能會有那個實力 直接跟日本來單挑呢 對不對 所以他們其實最大於原本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看看能不能獨立之後 然後引發其他國家的介入 然後我們就有機會就是把日本的勢力 就是給那個什麼 給驅逐 或者說給拒絕 他從這個圖叫做拒絕出去 對 結果後來沒想到就是 國際社會並沒有很想要尿台灣這個地 是 是 是 好像跟現在有點那個 哈哈哈哈哈哈 好 OK 這個不講 好 OK 我們還是來談論過去吧 那結果後來日本登陸的時候嘛 對 其實當 好像就是 有一個什麼所謂的交割儀式 然後是在基隆的外海 是 當時好像是派李金芳是不是 對 應該那個賽德克巴有特別演那一段嗎 有演到這一段 對 李金芳他就搭了一個小船 然後到日本的軍艦上面 然後進行交割儀式 是 然後交割完之後 然後就說好了 台灣人給你們了 我們就掰了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其實也有 金庭就是有命令當時的台灣巡抚 就是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唐錦松要回京這樣子 是 然後而且有很多在台灣的五五百關啊 然後就是開始內渡這樣 是 唐錦松就不要 所以就是成本了 其實不是唐錦松不要 他是被台灣人威脅 應該是說被拱上去的吧 對 因為就是其實我們要來想想看 就是說歷史課本啊 大概有一小段篇會提到說 唐錦松他很快就落跑了 其實你要想想看他為什麼他落跑了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台灣人啊 他只是正好人在台灣啊 而且就根據當時的一些史料 就是說就是當時唐錦松說 你看清朝也已經說過說 這個太地方已經不是領土了 要不要回去了 對 我也的確要回去了 拜拜這個樣子 結果沒想到台灣當地的老百姓 應該說比較就是高級的 就是那個高比較比較 士生嘛 對士生嘛 所謂士生其實就是說有讀過書啦 這個社會地位比較高 就是說我們要成立台灣民主國啊 那我們覺得說 這是我們找一時間找不到領導人 那你是巡抚嘛對不對 然後就是就就就你先來 對你先來嘛 因為你最有名 然後唐錦松就說我不要啊 我沒有必要啊 結果後來就是那個什麼 那些士生就開始 我們會寫說 你如果不答應我們的話 我會有點擔心 你能不能出得了這個台北城 就是有點隱晦的 就是告訴他說 你有人生上面的安全 然後唐錦松後來就沒有辦法 那順帶一提就是 我們剛剛會提到另外一個人 叫劉永福 對 在更順帶一提的話 劉永福在我目前教的 國中課本當中 他就消失了 對 真的假的 對消失了 但我以前還會講到 現在三個人當中 就是我的教的這個版本 唐錦松會提到 秋風講會提到 但是永永福不知道 為什麼他就消失了 為什麼 對我也不知道 出版社 出版社應該可以 跟我們好好解釋一下 但是出版社 台南啊 對就是有些路啊 叫做永華路 是 永福路 是 對其實這些都是 很有名的歷史人物啊 哦 你不要說什麼好像什麼 對啊 你剛剛提到的陳永華嘛 對不對 就是陳靖南嘛 對不對 齁 那個就是正成功時期的 很重要的軍師嘛 對 他也不在歷史課本哦 你也可以 也沒有了 對 你也可以好好免懷他一下 天啊 好的 只能用路名去免懷他了 對沒有錯 反正當時啊 劉永福他算是比較 鎮守在南部地區 然後那就更順帶一提的話 就是劉永福他其實是 有帶自己的部隊過來的 那俗稱就叫做黑騎軍 黑騎軍 所以主要是正所在南部 那北部的防守 其實原本是交給唐景松 然後唐景松他率領部隊 其實是比名義上來講啊 應該是比黑騎軍還有精銳的 因為黑騎軍算是劉永福 他自己的私人部隊 那劉永福他早前 他其實當土匪出身的 所以黑騎軍你其實可以想像的 就是官方後來收編的匪軍 對 所以他的武器裝備方面 其實你也不要太看好他們 就李連傑啊 那個投名狀那樣的感覺 哦 對對對 就對對對 真的就是那個感覺 一群山賊 然後收編的嗎 沒有錯 然後當時防守在北方的 就是台北地區的 就是廣永 什麼叫廣永 就是因為廣東的部隊 然後正好來台灣駐守 所以叫廣永 永就是那個 像個地方部隊的意思 然後那個由 那個什麼 唐景松來率領 但是唐景松 他其實一開始就知道說 我們根本打不過嘛 對就日軍剛登陸沒多久 然後唐景松他就落跑了 對 然後這群 而且我記得好像說 他好像是 因為我們這邊講到說 6月7號其實是日軍進入台北城 對 他是6月6號的時候就 喬裝成老婦人 對沒有錯 然後偷渡 然後到廈門 對 其實當時人 很喜歡 那個後來的劉永福 他也是打扮成阿婆 然後就是一個 都逃跑 好像當時人 不知道為什麼都特別喜歡畫 阿婆裝這個樣子 而且唐景松還為人就是 這是 報告該怎麼說 就是日軍登陸嘛 那唐景松其實想說 我是不是真的應該跑了 結果他也被台灣人 一開始有點發現 他的企圖就說 欸你是不是要落跑 結果唐景松 大概意思就是講說 欸我其實這次來這邊台灣當官 我是有帶著我的老母齁 就是我的老媽一起來好了 那我老媽已經60幾歲 我可以逃跑啊 可是我老媽60幾歲 行動不便 他怎麼可能落跑 你覺得我是那種 就是會拋棄我老媽自己 落跑的那種人嗎 然後台灣後來想說 有道理 就是一個人應該不會 沒有那麼的沒下線吧 結果我後來第二天發現 真的 他拋棄他老媽了 然後結果後來學生就說 哇唐景松也太過分了 我說台灣人也很過分 因為台灣人後來就說 我們要出氣怎麼辦 於是就開始毆打 唐景松的老媽 然後學生說 他其實說老媽好衰 我說對啊我也覺得他很 超衰的 對啊就是被兒子拋棄就算了 然後我兒子的鍋 還要我老太婆 用身體來償還 然後這個非常非常衰的一個人 然後後來當時 台北城的政局大亂 因為就是廣勇 他們其實就會想說 我們也要回家 可是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之前的薪水沒有發 那怎麼辦 那我回家不可以空手回家 那我就是搶奪 我助手地方的錢財 所以就反而衝進台北城 開始去搶一大堆的東西 搞得台北城的 後來反而覺得說 那我們乾脆讓日軍進城 好了來維持我們的秩序或是治安 所以後來他們就是 當時算是有一個人自告奮勇吧 因為台北城的居民也會想說 日軍會不會聽我們的話 或是說去日軍那邊 他們真的就會接待我們嗎 那當時有個人就自告奮勇 這個人叫做 孤賢東 他就說我我願意去 結果後來就是 那個什麼 就因此 他算是跟日軍搭上線 而孤家他們後來就在日治時期就獲得颇高的地位 那現在這個孤家就是我們現在很熟悉的 就是中信啊 這是祖先對 所以以衛戰爭對於某些家族來講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一個影像 像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孤家 就是靠著以衛戰爭的這個舉動 跟日本人搭上線之後 他才慢慢的越來越有詮釋 反正後來日軍就開始一路往南打 對 那當然就是節節敗退啊 那其中其實最有名的戰役 就是在中部那個八卦山的那個會戰 就是算是當時臺灣民主國算是各地的地方部隊 就是終於在那個 就是覺得說啊 我們已經退到 我們不想再退了 就在八卦山這個地方 就是跟那個日本人拼了 那其實日本人反而最開心 就想說啊 我原本覺得你到處在那邊打遊擊戰 我去追你 我很累 結果你竟然想要團結在一起 太好了 可以一口氣發言給斃了 好 所以那個什麼 在八卦山這個地方就爆發激戰 結果其實 臺灣民主國的 就是北部啊 中北 中北部地區的主力 就是在車廠戰爭中算是消失殆盡 對 順帶一提就是 現在大家對八卦山的印象 不是有那個大佛嗎 對不對 其實事實上在歷史當中 八卦山這個地方 常常從以前就是這樣 常常就會發生過很多的戰爭 所以聽說這個地方就特別的 就是陰神啊 對啊 所以人都會謠傳說什麼 那個大佛是不是拿過來震邪的 其實是早在清朝時代 清朝人自己都覺得說 這個地方就是太多的戰爭發生 很邪門 所以還在這個地方特別蓋了一個 八角亭 然後就是說 希望可以震邪 或是說那個什麼 震住那些冤魂 對 這也是那個什麼八卦山這個地名的來由之一 對 嗯 你現在也可以去看到什麼有很多那種百姓廟 對 對啊 其實就是就是亂戰糕嗎 沒有錯 就是 就是很多人的遺骸啊 什麼組織起來 然後就是在那邊有一個宮廟在這邊供奉 不然的話怕你就是孤魂野鬼那邊來鬧這個樣子 總之後來就是日軍就去挺進 那其實劉永福他都也是發現說 糟糕了 就是狀況已經很不對勁了 那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再堅守下去了 其實如果仔細去看 你會發現劉永福他在整個台灣民主國抵抗的過程當中 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很被動的 那我個人的解讀是什麼 其實劉永福他也想走 但是他相對於唐錦松來講 他比較有意氣 他跟當時的清朝談判是說 我也想撤離回去 但問題是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部隊 就是當初跟著我就是一起出生入死 也順便來台灣部隊 我也可以一起帶回去 然後清朝的說法就是哪有可能 我們哪有這種船隻 或是我沒那個閒工夫 所以劉永福他就是有點像是在這事情解決之前 他就想說暫時在台灣繼續繼續待著 結果真是待到後來沒得待了 因為就是日本人也已經殺到台南來了 後來他有一點感慨 就是說啊這個內地租公物 我就說都是那些中國官員 那個什麼耽誤了我 好可是他後來還有下半句話 就是我耽誤了台灣人 就是我誤台人這個樣子 就是台灣人那麼有寄托在我身上那麼有希望 可是不好意思我也不跟你玩了 拜拜 於是就是劉永福他後來也是就是離開了 對雖然一提他也是答案成阿婆的樣子 而且他逃到一半他的船還被日本人給那個什麼給扣押下來 對結果日本要去搜查的時候 因為那個船是英國的船隻 英國級的船隻 然後那英國級的船隻就非常生氣說你這是侵犯我國的權威 所以你不可以不然的話 其實劉永福他有可能會落跑失敗 他可能會以一個阿婆裝的心態 然後被日本人給抓住這個樣子 好所以後來就是在 這個就是我記得好像當年非常有名的一個事件 叫什麼台海登船零件事件 對對對沒有錯 現在好像還有一句個一個台語的俗言 就是那個什麼在台南地區還蠻有名的 但是我不會台語 所以我就一直都沒有記起來 好像什麼阿婆浪之類的什麼東西 對如果觀眾如果了解的話 阿婆弄港 對對對 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台語該怎麼唸 因為我台語很爛 阿婆浪港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一直不是很了解 我知道阿婆的用語就是劉永福 就是有一點點 就是你很狼狽的這樣子 了解 的確劉永福 幾餐樓票阿婆浪港 了解 的確劉永福當時是很驚慌的落跑 的確是很狼狽的 對阿所以劉永福走之後 其實後來台南城他們也是一樣 跟比照台北城的模式 就是阿我們現在也是政交大亂怎麼辦 趕快出去跟日本人說 你們就趕快過來接收就算了 那所以說日本人就是佔領台南 這大概就是宣告說 日本人後來就隨機宣告說 哦全島佔領 就是終於我們已經鎮壓下來 就是台灣人的叛亂了 所以對於日本人來講是叛亂了 所以就開始了就正式開始了 他們接收跟統治台灣 這算是台灣民主國大致上的 那個軍事脈絡 對 所以這算是一個蠻短命的一個國家 台灣其實也可以附帶一提啊 就是說台北城開城是孤家嘛 嗯對 然後台南的開城其實是一個 英國的牧師叫做巴克里 對 就去協調這件事情 然後引日軍進城這樣子 嗯 然後現在如果你去台南的那邊有個巴克里公園 其實就是紀念這個牧師這樣子 哦了解了解 以上這個大概就是 以為戰爭的發生過程啊 嗯 我覺得其實這個很可以拍成電影呢 對啊 為什麼台灣沒有人拍 他甚至我覺得他的規模 他比賽德克巴萊實際上大很多很多啊 那個像賽德克巴萊 他其實真正原住民抵抗 也才300人而已嘛 對 他都已經可以拍了 就是這麼的氣勢威弘 所以我覺得這完全其實是一個 可以好好記錄台灣一個關鍵時刻 而且也是一個戰爭場面可以搞得很大的 你甚至可以大叔特殊說 哎你看日本人當時 他是以那個什麼敬衛師團 就是號稱日本最精銳的陸軍部隊來佔領 對啊 對啊多大的一個噱頭 可是好像都沒什麼人拍 而且還有什麼北白川 川功能久親王 對 他的名字超難念 對啊 就是連這一個皇室的人都有 有親自出征 可見他們很重視這件事情 應該這麼說 因為敬衛師團他算是拱衛天皇的安全嘛 所以其實就是一直有個傳統就是說 那他就必須得由皇族來擔任 就是避免說哦他司團長他突然氣笑了他突然把皇族給掛掉怎麼辦 所以就是當時是有那個皇族來擔任 順帶齊這個能久親王如果談到日本史很酷 他有一個額外的地位就是他曾就是日本他也曾經就是不就有所謂的明治維新嗎 那明治維新之前其實有人是不是那麼贊成明治維新的 所以他們就想說啊你們擁護明治天皇嘛 那麼就擁護另外的人來當天皇 那他們擁護的是誰 就是這個北白川功能久親王 所以他曾經有段時間 他是但是明治天皇的對手 結果後來沒想到就是失敗之後他反而就是明治天皇有點表示大度說啊我知道啊當初你也是很不得已的啊沒關係啊就是回歸過來啊我還是可以我還是會很好好好的重用你啊 結果沒想到能久親王他後來的確是被重用 然後那個什麼擔任敬畏師團的師團長 可是他在台灣作戰期間他後來就過世的這個樣子 而且正是因為這個過世 當然現在大部分人都在猜測說他過世應該是因為得了就是台灣當地的疾病過世 可是台灣人不是這麼想的 其實台灣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哎是我們擊斃的能久親王 你看他是不是又可以從一個電影當中的一個梗 就是說啊我們有什麼抗日奇俠啊有沒有 就比如說什麼飛刀啊 還是什麼神奇的內功啊之類 我們把它給斃了 所以我卻覺得他也是一個電影的題材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劇本題材啊 對對啊 可是就沒人拍 沒人拍啊 但是我現在找到的吼 就是我們剛剛其實有多多少提到就是賽格勒巴萊 是他有帶到這個戰爭的場景 對 兩幕啦 對 雖然場面沒有很大 但是至少有提到說其實馬關條約之後 日本要接受台灣初期其實並不是這麼的順利這樣 但是我現在找到的就是唯一一部 而且是台灣拍的吼 就是在描述這個時代底下的故事呢 就是1895這部片 嗯 很驚訝的說這部片它是在2008年的時候就上映的電影 而且呢 發行商其實是當時的20世紀福斯公司 就是它是國際合作的一部片子 嗯 對 那這部片它是在講什麼呢 它其實是以一個客家莊發生的這個故事 然後來看整個一味戰爭的過程 嗯 所以它格局相較之下沒有那麼大 可是其實它描寫的那個人物在台灣民主國的歷史上 也算是蠻有名的 叫吳湯星 吳湯星 對 其實剛剛我不是有特別提到八卦三戰役嗎 那八卦三戰役當中最主要的一個將領 其實就是吳湯星 那吳湯星也是在這邊統帥的就是 你看他那個從新竹這邊一路轉戰到今天的彰化這一帶 後來他也是在八卦三戰役當中犧牲 所以他算是在台灣民主國當中蠻有代表性的人物 而且台灣民主國當時抵抗部隊當中客家人其實是比較骁勇善戰的 因為他們就是以前在青領時期 他們算是少數人啊 相對於就是福建人來講 他們算是少數人啊 然後他們就只能去到三地的開墾當中 又很常會遇到就是跟原住民爭奪地盤 所以客家人其實在青領時期 他們就是以骁勇善戰文明的 對 那我們所提到的這部電影1895啊 他其實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就是1895年發生的事情 對 那我們剛剛也有提到說 他的主要的視角是發生在客家莊裡面嘛 那客家莊這個地點在哪裡呢 是現在的苗栗的銅鑼這個地方 那苗栗銅鑼的秀才就是除了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吳湯星這個人物 是 那片中的一個女主角是誰呢 就是楊錦華 然後他所飾演這個角色呢 就是吳湯星的未婚妻 嗯 然後他在結婚的時候啊 然後就是跟吳湯星之間的一些互動這樣子 所以主要是有這個故事線 那這部片除了這個故事線之外呢 其實有分成兩條的這個故事線來做鋪陳啊 所以有一個是台灣的客家壯 另外一個就是日本的文學家兼 當時的這個入軍的軍衣 森歐外 他的故事來看整個的戰爭的過程這樣 是 所以其實有日方的觀點 也有客家方面的觀點 然後甚至是連這個吳湯星這個人也有演出來 然後演吳湯星人是誰呢 就是現在非常紅的這個溫生豪這樣 其實你知道我當初有聽過這部片 而且我也對這部片抱著蠻大期待 但是後來影評出來的時候我發現 狀況好像不是很妙 所以我就沒有去看 然後聽說你有去看是不是 我在大學的時候是有看這樣子 然後我看的過程真的是睡著了很多次 我覺得他的步調比較慢啦 然後而且我一開始原本是期待的是看大場面的戰爭片 然後而且歷史迪達我很有興趣嘛 然後尤其是這一個很少人提到的這樣子一個 以時代背景喔 我就很想看 然後結果沒想到 欸竟然是講客家話 然後第一個語言上面就是有一點點隔閡了這樣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們在演戲的過程 我覺得還是格局相對比較小的這樣子 然後主要是聚焦在這幾個人之間的對白這樣子 所以他就不像賽克巴萊就是會有就是 場面比較少 對 對 喔那我就覺得難怪 因為我想說如果講外語的話 你看賽克巴萊他不也很像外語片 我們都聽不懂啊 可是 但賽克巴萊有場面啊 對啊我覺得賽克巴萊就是看那些東西很經典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啊因為我一直沒去看嘛 所以我講說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因為感覺起來 你剛剛這樣講的話 劇情也是可以很吸引人的啊 然後這個題材也是很難得的啊 那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樣子 你覺得他到底問題出現在哪邊呢 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少去掌握到這種 以戰爭題材 故事底下的這種小人物的故事 我覺得台灣人比較少去碰這個啦 喔 對 然後節奏掌握上面其實是 有一點點改善的空間 對 那但是我必須說啦 就是當時我是大學生吧 所以還是個屁孩這樣 然後會期待錯誤這樣 但是我如果現在再去看的話 我就回頭看的話 我應該會有不同的感覺 因為你有那個時代的背景知識的話 再去看這部片的話 應該會有很有感覺 嗯 對對對 就是現在那個劇情我真的是 擠不起來 我完全沒印象 大家可以看一下啦 1895這部片 好啦 那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次所介紹的歷史事件 以及我們所推薦的電影 不知道大家在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或是沒有看過這部電影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上留言 或是在首播的時候 來跟我們做互動哦 當然了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或聲音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 追蹤我們臉書粉絲團 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還有IG以及各大的聲音平台 也別忘了在Apple Podcast 和Spotify上留下五星好評 並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 推薦和分享我們的節目 讓更多人加入我們討論哦 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H&M36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字幕仔放鬆 然後 我們來 你們來 我們來